美国的前国防部长来访问台湾卸任了 然后现在变成美国军火商的业务员 他建议台湾哪里都要当兵 义务役延长至少要一年以上 重点是他来台湾是蔡英文接待的 你有没有看过就是消费者还要感谢业务人员 建议台湾应大幅增加国防的预算 好是不是这样的业绩才会蒸蒸日上是不是 才能让台湾与美国防卫同步化 现在台湾是美国的一个地区嘛 台湾现在是美国最大的领导吗 管东西管成这样总统府怎么讲呢 义务役延长尚未有定案 当然一定没有定案了啊 快要选举怎么可能定案呢 都是一些废青年轻人的票怎么可能定案呢 这时候说大家都当兵一年年底都不用选了 美国要不要叽叽歪歪什么啊 不要每次都卖给我们要叫我们去帮你打 台湾人有那么笨吗 你认同的打武台湾人有那么笨吗 你卖武器给我要叫我们去打 到一出事的时候美国就于庸得利 美国的前国防部长啦 来台湾 来访问台湾 现在可能就是 已经就是卸任了 然后现在变成美国军火商的业务员 那来台湾好像要来21天嘛 好像有写 他说什么台湾男女都要当兵 他建议台湾男女都要当兵 义务役延长至少要一年以上 重点是 你们觉得说啊就是一个美国的 美国的一个餐 一个政治人物之类的啦 来台湾的讲这些话也没什么 我跟你讲他来台湾是蔡英文接待的 他是蔡英文接待 等一下都有画面 所以这个是很大 蔡英文去接待还不够大吗 他说男女都要当兵 而且至少要当一年 是不是 卖金火卖成这样子是不是 前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伯 今天建议台湾应大幅增加国防的预算 是不是这样的业绩才会蒸蒸日上 是不是 延长异物役的期间期限 就是可能一年让台湾的年轻男女 军队中服役 就是男女都要当兵 而且至少一年并进一步加强后备军人的动员能力 才能让台湾与美国等盟国的防卫同步化 就建议就是叫我们收担稍道士就对了 所以现在美国 现在台湾是美国的一个地区 台湾现在是美国最大的领导吗 是不是管东西管成这样子 而且重点是他是对着蔡英文讲的 好看一下 结果台湾的政府 总统府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总统府怎么回应 我看一下总统府讲什么 他说张尚淳 他就是总统府发言人 张尚淳就说 总统府已多次说明 国防部就各方意见进行评估中 尚未有定案 一无一延长 当然一定没有定案了 因为就在快要选举怎么可能定案 都是一些废青年轻人的票 怎么可能定案 这时候说大家都当兵一年 年底都不用选 他说尚未定案 必须衡量战训的任务 训练的能量 符合国军强化 不对称作战 讲一些废话就对了 可是他是有在考虑的 我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一直在说大陆不好不好 要侵占台湾 所以台湾要跟我们美国买武器 所以就可以怎样怎样 要讲那么多废话 又讲说买武器的重要性 然后又讲美国觉得大陆好坏 坏蛋坏透了 全台全球人都讨厌那个美国 那你讲那么多美国 你要不要直接教训 帮我们教训中国就好了 对啊不然你至少也示范一下 怎么用武器嘛 你要卖给我们要示范一下 你要帮我们教训一下中国 因为中在你的嘴巴说中国多坏 你要卖武器给我们要示范一下 那个武器好不好用 教训一下中国 好用的话 帮我们再跟你买更多武器嘛 你认同的打武好不好 哈哈哈哈 美国要面叽叽歪歪什么啊 叽叽歪歪什么 你就赶快示范给我们 帮我们教训那个啊 不要每次要卖给我们 要叫我们去帮你打 台湾人有那么笨吗 你认同的打武 台湾人有那么笨吗 你卖武器给我要叫我们去打 到处事的时候 你们要两个要等下 美国就愉庸得利 啊你要卖武器你要示范啊 就像卖保健师傅 要示范什么吃嘛 是不是啊你示范这武器好哦 对付这个买我们这武器 买下去对付大陆 大陆就怕得要死了 OK我们再买嘛 是不是啊 你认同的打武好不好 什么都叫我们打 所以嘛 所以你看 怎么阿中一选举 抗中保台就马上又来 你看这实际真的抓得很好 有时候有时候想一想 这些东西当然都是 蔡英文总统府他们那边安排的 阿中卸任的 疫情就往下坡直直下 口罩令就解除了 隔一天就真的就隔一两天啊 开始又抗中保台了 美国又开始抗中保台了 来这边抗中保台 叽叽歪歪的是不是 延长一年 好 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我们的我们的 我们的赞助商 抖内33块 用一个小财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新闻 所以你看 他是建议我们台湾 就是当兵当一年 而且男女都要当 我觉得不用当兵当一年 就把那些 那些政治人物很会 闪躲兵役的那些人 都叫回来 重新训练就够了 那些政治人物很多 都是都没有当兵的呢 是不是都把他抓回去 抓回去补 把他补齐就好了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就觉得说 哇这个东西 这个蔡英文 这个军火商 叫我们当兵要当一年之类的 这个是蔡英文亲自接见的 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业务 你又不会觉得 你又不会觉得 我刚才突然想 这是灵光炸 就是 消费者还要感谢业务人员 还要感谢店家 通常什么行业 才会这样子做 才会发生 就是 就是消费者还要感谢 卖给他东西的人 通常什么行业 会这样子 有没有想象 有没有可以打上来 通常是顾客 比较至上嘛 对不对 没有我们台湾 美国跟台湾的感觉是 他爱斯培来这边 卖为武器给我们 我们客人 消费者还要感谢卖给我们的人 是不是 甲博是什么殡葬业 感谢你来拗我们的钱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台海两岸会搞成这样子 为什么讲到台海两岸 然后播的画面是 我们跟另外一个国家买武器 然后一起对付 衣服一起对付都是华人的 有时候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这些华人 真的有时候想一想 我觉得两边都要想一想 不只是台湾 也不只是大陆 有时候我会这样感慨 就是明明是华人 就两岸是华人 然后我们却要 讲到两岸的事情的时候 却是一个美国人 在那边叫我们买他的武器 然后再看说这个武器 有多厉害 我觉得 我觉得台海两岸都有问题 能买到想要的 从来都不是我们说的算 就算蔡英文坐在那边 也不是我们说的算 真的要当人家的宠物 当得那么开心 我只能这样讲而已 就坐在那边听 然后是卖武器给我们 OK 我们回到老大帅气的脸庞 就是有些想一想 真的是蛮无奈的 像是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必须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买的时候记得 输入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